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几分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没有办法延续礼拜一的强势 拉回整理下跌了30.34点 收盘指数10865点 跌幅0.28% 成交金额也萎缩到1186亿元 不过OTC市场仍旧非常的强劲 开平走高最后收盘的时候上涨了0.69点 收盘指数是140.12点 涨幅0.49% 成交金额335.98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 伟杰台北股市昨天 其实就集中交易市场来讲 股市拉回整理休息 而会市的部分新台币也拉回整理小幅的贬值 那么没有延续过去这三个交易日的 持续的升值的态势 不过OTC还是很强 要如何的来解读 其实从台北股市最近的走势来讲 基本上它就是中小型股当道 尤其是在上个礼拜的G20 中美会谈结束之后 很明显的市场上短线出现一些庆祝行情 不过呢 其实从台北股市的一个大盘的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短期的多方的态势是没有改变 可是长线的不确定性因素然是存在的 那短线反弹到现在也已经来到了10900点这附近 那所以其实在往上的空间大概就不打 如果说是以前波高点11097来看 大概就是200点的上涨空间 那往下的话是看到前波低点10227 大概是有大概700点左右的回档空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台北股市从盘面的指数上面的表现来看 看出了机会跟风险 你就会说风险下档是700点 那机会上去只有200点 那当然不是跟大家讲说这里台北股市是要转空 不是而是告诉大家短线上如果大家还是要进场操作 那这个就是风险跟机会的比率 那如果说各位知道了 那还是想说可以去赚到这200点 然后把这个获利赚满赚保 那基本上大家还是可以比较有利多方操作 尤其中小型个股的空间是还蛮大 只是说从整个台北股市的基本面来说 这一波的无极之谈全部看的都是 这个热钱的效应跟消息面的主导 那在基本面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公布出来的PMI采购经验指数 然是属于持续下滑 那代表这个台北股市的整个基本面环境还是比较差 另外在央行的部分也是下修了台湾全年度的GDP来到2.06 勉强保二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呢在外资的部分 他们认为半导体在下半年仍然有比较高度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 所以其实从这个台北股市近期的反弹的多方的态势来讲 它就是以技术面的跟筹码面的观察为主了 那那我们上个礼拜请大家划两条线 就是从5月28号的这个低点 连接这一波一个月以来的这个低点跟高点 会得出一个上升的轨道线 那这两个轨道线到目前为止 台北股市这一波一个月以来的反弹 都还是维持在这个轨道当中去做波段 对没有跌破 对那只是说现在在短线上面大家就要注意两个位置 第一个是极短线要注意的是7月2号的这个多方的缺口 那这个缺口的这个应该对不起应该是7月1号的多方缺口 这是极短线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那波段也就是说从5月 这个多方缺口的上缘是在10821点 那它的下缘是10788点 对那就是这个缺口在收盘的时候是不能被封闭 所以就等于是在10800点这附近 对那如果说能够撑得住 那基本上台北股市还有环步往前波高点靠拢的机会 那另外一个是属于这一个月以来 这一波的波段行情最重要的强弱分界点 它就会来到6月19号这个这个长红K棒的低点 因为这个低点这个长红K棒的低点 你把它往水平线往右对过来之后 你会发现刚好跟我们刚刚所画出来的这个上升轨道线的下缘是有重叠 所以呢如果接下来在波段上面 我们看到台北股市它是跌破了6月19号多方长红K棒的低点 就代表的这一波的上升轨道的下缘是被跌破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 那个位置是10650点 对那我们上个礼拜曾经有提过 这一波台北股市的上涨是一个楔形上涨 那楔形上涨来到最近已经进入到了时间转折的末端 如果它一旦跌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上升轨道的下缘 那基本上它会快速回到起涨点的机会就高 也就是回到5月底的这个波段低点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那另外从季线的角度来观察 未来季线的扣底值在一个月 未来的一个月里面是从10750点往11097这个地方是往上扣底 也就是说大盘在未来一个月只能攻不能守 否则季线就会有下弯的技术面压力存在 那再从成交量的角度观察 现在目前成交量大概还蛮正常的 月均量是大概在1100亿左右的水准 那么最近这几天的表现也都还能够维持得不错 那所以其实台北股市在量的部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要观察的是外资的买超的连续性 就目前看起来从6月份以来外资连续买超三天以上 大概就只有一波段而已 那其他的买超都比较零星 那如果要看到台北股市有比较明显的大涨的行情 可能要看到外资连续买超三到五天以上 而且这样的情况要连续发生 才有可能看到台北股市在过高之后 还有持续创历史新高的可能性存在 那刚刚凤先生有提到在新台币的汇率的部分 最近是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指稳的一个动作 那我想其实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新台币的汇率升值到31这附近 也已经来到了技术面的升幅满足的位置点 我们再看到它大幅升值的机会 其实是比较偏低的 那现在目前全市场都在等待的就是这个月 FED对于利率决策它的一个政策方向是要怎么样走 这个是现在目前全世界都在观察的一件事情 那从整个美国股市来看 费半指数是跟台股联动系数比较高 而我们也比较重视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费半的反弹的力道是比较弱一点点 那从昨天的费成半小体指数来看 它是已经封闭掉了G20的这个多方的缺口了 那所以呢这个意义就代表着从市场的角度来解读 华为并没有确定得到洁净 那这个是已经确认 那因为库德罗也说它没有解净 那所以呢接下来在费半的走势 要特别留一个重点 在1440的这个短波段的景线位置点 如果它还能够守在这个景线位置之上 那基本上半导体产业在下半年是有一点点微服 微服成长的可能 微服成长的可能 但是从整体来说 半导体产业的衰退的趋势仍然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们过去会一直讲说 其实不论有没有贸易战 不论华为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 全世界的经济都是处于衰退当中 所以其实今年从这样的一个环境来看 衰退的格局持续 全球PMI采购经营人的指数 还是在持续下滑的过程当中 第三季台湾的第三季的电子股 忘记不忘的机会 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韦杰你会觉得 从费成半导体开始有转弱的迹象 这件事情来看 可能全市场又会回到说 因为经营基本面不好 所以要想再支撑继续的上扬 变得很困难 对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市场上对于华为禁令解读 是在那一天G20之后是解读错误 所以回归到正常的产业趋势发展 那国内的部分还是留意三档股票 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7月1号的这个多方缺口 支撑非常重要 那如果说现在川普对于 出货给华为的态度 是比较放软的话 那基本上对台积电的营收来说 可能会出现一种 不用下修全年营收的一个状况 可是原先我们比较乐观的预估 今年的台积电营收就是会出现 年衰退2到5个百分点的这个状况 所以其实这样的状况 在不用持续下修过程当中 大家还是要留意 今年的台积电营收还是 年衰退的可能性还是非常的高 另外在大力光的部分 看华为跟苹果 那华为的部分 第二季之前都还算正常 下半年的出货状况是关键 另外苹果的新手机的拉货力道 是相对比较疲弱 所以其实预估 今年的这个新手机的首发 会比去年同期会出现双位数的衰退 所以其实大力光下半年 虽然是产能满载 但是满载情况到什么程度 我们还是要再继续观察 因为苹果今年卖的不会很好 那鸿海的部分是 除协行情 它通常都会先拉一波 除全息的行情上去 那也已经来到尾声 因为来到了这个5月29号以来 这个小五波的反弹 也已经算是蛮完整 80块以上会有很大的 套牢压力去存在 所以关键点 鸿海能不能续想 7月1号的缺口 也是非常的关键 所以三王都要看 没错 而且都有偏弱的一个现象 那台北股市 我们就比较中心看待了 那只是说在这边 可能大家需要一点点时间 去耐心等待 因为台北股市现在的位阶 真的有点尴尬 有点偏高了 那偏高的话 我们还是会请大家居高思维 那等到真的 未来在FED的利率决策上面 比较有利于热钱资金行情的延续之后 我们再考虑要去进场 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产业方面的布局 这样听起来你的持股比例不高 不高不高 我一直都是维持在五成以下 对那甚至在最近可能都已经 都是已经没有空手 现今为王在等待机会的到来 你空手很久了 对那我想其实在台股的部分是保持空手 那之前我们有提到 在那个黄金的部分最近是还不错 那所以其实黄金跟台股 我认为黄金的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好 我们要非常谢谢 因为你看确实昨天就立刻又猪羊变色回来了 没错 没错 所以这有点让人担心 还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我们非常谢谢证券分析师翁伟杰